天空雖然飄著毛毛細雨 低溫也只有十四度左右 卻有很多人趁春節連假第一天 跑來商圈逛街看電影 我們看灌籃高手 小時候有看過 灌籃高手 怎麼會想看這個 很喜歡打籃球 就很感動 很熱血 這是你的舞台 時隔二十六年登上大螢幕 電影灌籃高手 勾起六七年提升的青春回憶 在台上映短短六天就衝破一元大關 是許多人新春假期的觀影首選 另外還有不少年輕人 衝著這部電影而來 風靡亞洲的神劇 《想見你》電影版 去年十二月三十號上映 鳳南小隊原班人馬回歸 被視為約會首選電影 全台票房已經衝破八千八百八十八萬 今年疫情解封 賀歲片也有許多新選擇 除了灌籃高手《想見你》 是問頂冠軍大熱門 炸團員 有國民阿嬤陳淑芳 洗手隨堂陳浩森 氣氛歡樂又搞笑 還有《我的婆婆》系列電影 多了許多新梗 要讓台灣觀眾開心過新春 人氣超旺的《想見你》 也將在一月二十五號前進韓國 柯家宴許光漢 施伯宇年後第一個工作 就在海外 等要吃什麼都提前做準備 真的確定之後 我就會開始 上各個PTT 看哪一些鄉民的推薦 然後找幾個 一定要吃辣草年糕 KING姐 五花肉啊什麼的 你好 我是何光漢 韓國漢 事實上許光漢 老早在當地有著高人氣 加上韓芳也把翻拍影集版《想見你》 找來安孝蟹 全汝冰 江勳主演 首波劇照終於出爐 對比戲裡三大角色 神情還真的有幾分相似 而目前已經完成所有拍攝 預計今年第三季會播出 而這次電影在韓國上映 主題曲也要推韓文版 主唱孫盛熙本身就是韓裔 這次還要和JYP娛樂旗下的 作詞者沈恩智合作 演員們飛往韓國 就希望能衝高海外票房 八大新聞